这里是自说自话的掌柜 掌柜说曹操传 今天咱们讲第33回一代诏 上一回咱们讲到曹操用三个人稳定了徐州的局面 曹操用的第二个人就是汉县帝 曹操怎么用的汉县帝呢 一方面曹操现在从晚城撤军 这就是缓解对荆州对刘表的压力 同时呢让汉县帝去和刘表套近 汉县帝特别愿意干这活 这样就一方面的扩大刘表的地盘 实际上这就是在利用刘表的贪心 如果刘表能顺长江而下 他又何必一定要北上呢 汉县帝这么一套近乎 真的就把刘表的注意力从曹操这里引开了 引向了元树 随后刘表就跟元树打起来 这背后是汉县帝的功劳 一方面和刘表套近乎 咱们书直一条心 并且呢把元树的地盘分给刘表 所以这样一个这样一搞 刘表就有点被划敌为友的意思了 从曹操被四面包围当中的一堵墙 现在刘表变成了一只支持曹操 消灭元树的重要力量 现在其实问题就剩下两个了 元绍和元树 谁是曹操的主要敌人呢 这个问题就大了 是吧 咱们说了三国人的信仰 不是信忠义 是信天命 其实你细看历史 决定一个王朝 决定一股政治力量 成败的根本因素 从来都是人心 人心所向 无坚不摧 逆天而动 违背人民的意愿 早晚灭亡 元树和元绍 其实是两个路 以后大家看看陈林写的 讨伐曹操的西文 咱们以后会讲这个 曹操为什么看了那么害怕 没办法呀 元绍作对了 你觉得曹操在面对 三十万人的元树 和十万人的元绍的时候 他会把谁 作为自己的主要敌人呢 大家想一想 我告诉你 他把元绍当作主要敌人 最难以战胜的敌人 你说为什么呢 提示大家一句 这个问题的答案和天命有关 好了 不和大家卖关子了 曹操心中啊 这个时候最看重的敌人是元绍 在徐州之战以后 曹操自己回到许都 而让刘备带着一部分部队 再加上吕布投降的部队 去讨伐元树 为什么曹操怕元绍 而不怕元树呢 曹操得天下最后 最终靠什么 靠民心 怎么得的民心 靠天命 所以你看元树是问题吗 元树不是问题 元树现在当了皇帝 他是逆天而动 有人因此支持他 但是更多的人因此反对他 所以元树在曹操心中是不足虑的 但是元绍就比元树高明 元绍一上来啊 元绍一开始咱们讲过 他也是反对汉县帝的 但是元绍成功的迫使汉县帝 最后封他为大将军太尉 这样元绍摇身一变 就成为了拥护汉县帝的人 一般都认为曹操和汉县帝的蜜月期 就是到建安四年结束的 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就是这所谓的一代照 当汉县帝 这个时候汉县帝已经和曹操同床异梦 在这样一个时候 你说曹操最担心的人就是这个元绍 曹操费尽千辛万苦 把汉县帝说成了是天命 可是如果汉县帝说曹操是奸臣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汉县帝 曹操 有办法让他受伤 让他发不出声音 可是怎么处置 这个元绍呢 更可怕的是 元绍要是和汉县帝配合起来 是吧 这边来一个除奸臣 那边来个清军策 是吧 搞个解救皇帝 你说 天命在谁那边呢 所以这个元绍 真的是让曹操头疼 曹操和元树争 曹操和刘表争 曹操无论是谁 都可以搬出汉县帝 他们都是在和皇帝争 在和天命争 唯独曹操和元绍争的时候 元绍手里也有天命 我是清军策 元绍和曹操争的是 谁代表汉县帝的本意 刘备后来走的 也是这个路数 也是这个意思 这背后大家知道 这是一个 这是有一个 怎么说 有一个大背景的 是吧 就是三国时候的人 是不讲中意的 三国演绎的那一套 是讲不通的 是吧 三国里的人 是讲天命的 谁代表天命 我们这些士大夫 就拥护谁 我们这些老百姓 就跟着谁 谁得到天命 我们就听谁的 谁违背天命 我们就远离他 所以曹操在天下统一之前 是绝对不会背离天命的 这就是为什么曹操一直没有称帝 元绍刘备都是聪明人 是吧 他们是曹操最害怕的敌人 因为他们和曹操争的不是地盘 而不是粮食 不是人口 他们和曹操争天命 这是当时最核心 最根本的斗争 当然现在啊 刘备还在曹操军中 还没有独立呢 但是 马上就要出事 建安四年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 这个最终给了刘备机会 发生了什么呢 就是这个一代照 一代照 咱们说有很多争议 是吧 有人说有 有人说没有 一代照到底有没有呢 不知道 就是这么一个斩钉截铁的 当然 厂柜也不知道 一代照 有没有 但是我跟大家说 我倾向于认为啊 没有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当时的形势啊 不需要这样一个东西 大体上咱们给大家说说 这件事是这样的 当年啊 这个汉县帝从长安逃到洛阳 后来又逃到许昌 是吧 这是在董城的帮助下完成 我们讲了 是董城带领着汉县帝出逃的 董城实际上也是一路西北军 是吧 后来董城在洛阳附近兵败 于是找曹操来帮忙 咱们上回是这么讲的吧 这个事情咱们以前讲过了 曹操后来带着皇帝迁都许昌 这就完全控制了皇帝 董城当时就被养老了 可是几年过去以后到现在呢 这个董城现在叫什么 叫东山再起了 因为什么 因为他女儿嫁给了皇帝 董城摇身一变 现在啊 不再是那个西北军阀了 董城现在是国障 成了外戚 这可就牛了 为什么说说不需要一代赵呢 因为这个阶段的汉县帝 其实特别的强势 曹操巩固汉县帝的地位的这个做法呀 咱们说叫什么 是个双刃剑 汉县帝真的地位巩固了以后 就有想法了 既然四年发生了几件大事 一件是汉县帝最大的敌人袁树 现在即将倒台 至少他现在四面楚歌 已经就看样子 已经注定就要败亡了 袁树不再是问题了 第二件事 就是刘表和汉县帝这殊职关系改善了 和刘章现在也取得了联系 大汉朝的这些刘姓贵族 现在有一种联合的趋势 汉县帝这就自以为有后台了 汉县帝的后台不只是刘姓宗族 这一支 建安四年 河内郡发生了内讧 最终黄河中游这个地区倒向了袁绍 这样袁绍的势力就突然出现在中原的北部 这又成为汉县帝的一个靠山 袁绍 袁绍已经出现在中原了 所以他也成为汉县帝的一个靠山 你看这个时候汉县帝好像我们就就突然就觉得汉县帝的腰杆怎么样 硬了 这几件事再加上曹操连续这几年疲于奔命 常年在外汉县帝就取得了一定的主动 一句话 这个时候的汉县帝非常强势 不用一代照 不但不用一代照 皇帝现在明明白白的在排挤曹操 这句话怎么说 建安四年的时候 汉县帝突然旧事重提 突然开始回忆过去的艰难岁月 并且说自己能有今天 那多亏了董成当年带自己离开长安 一番感慨之后 任命董成为车旗将军 然后封列侯 让他开牙建府 开牙建府是什么意思 开牙建府是这么件事 从这汉武帝开始 汉朝就取消了丞相 汉朝的朝廷就分成内朝和外朝 内朝是真正的核心 国家大事真正的决策核心 是所谓的中书省 这就是皇帝 是吧 丞相已经被取消了 但是后来有些时候 这皇帝忙不过来 皇帝有好多事要忙 有时候就把朝政委托给大臣 那更多的时候 就是像现在这样 当汉县帝和曹操有矛盾的时候 而汉县帝又不想直接和曹操翻脸 怎么办呢 就把国家临时的委派给一个大臣 由他组成一个临时内阁管理国家 这就是所谓的开崖建府 皇帝是随时可以取消这个内阁 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 封董城的这个车骑将军 封他开崖建府 让他开崖建府 那曹操现在是什么 曹操原来是车骑将军 这个职务现在归了董城 原来曹操领尚书室 是中书省的领导 现在董城开崖建府 中书省就成了就成了百事 这就是明明白白的曹操架空了 这算是一场政变 这个事情 这样的事情你说都能搞 你说用得着搞个一代赵吗 不像小说中的中说的那样 曹操那么不是人 其实是汉宪帝首先挑起了争端 利用外戚斗权臣 关键就是一件事 汉宪帝现在觉得腰杆硬了 有刘氏宗亲 有袁绍这样的力量 牵制曹操身边又有董城 那为什么后来又有一代赵这个事 实际上说有一代赵的人 是董城自己私下跟人说的 后来都是那些反对曹操的人 拿一代赵说事 一代赵是说皇帝私底下 给了董城一份密照 写在一个一代上 所以这份一代赵不是正式的赵书 我说他有他就有 不用拿出皇宫的档案来证明 后来人也都是拿他说事 为什么呢 这是私人赵书 曹操你就长一百张嘴 你也没办法辩驳说他没有 董城已经现在已经接替了曹操的车骑将军 是吧 车骑将军又架空了曹操的中书省 皇帝这样恩宠董城 你说董城为什么要讲故事呢 说有一代赵呢 其实大家领悟 这是汉县帝的聪明 什么意思 董城反对曹操 执行反对曹操 董城反对曹操 这是执行汉县帝的意思 对吗 没错 但是董城的手里没有汉县帝的旨意 汉县帝留着后手呢 你们去搞曹操 搞成了固然好 万一搞不成呢 搞不成 我把你闺女往外一推 这事跟我没关系 一场大决斗 即将开始 山雨欲来 风满楼 好了 咱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咱们明天继续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